5月29日成功保释,不过保释金高达300万元澳币约1733万港元 而他每日需要向当地警局报道两次,并交出自己,母亲和女儿小酒窝的护照,不得接近机场和受害人,也需要佩戴电子脚料 高云祥妻子董全在悉尼租屋,并疑自过支付全年租金,用行动向法院证明,一家人会在澳洲陪伴高云祥一起生活,直至案件审结的决心 高云祥能够保释成功,太太董全实在功不可没,但在悉尼的生活使费高昂,一家的经济重担落在董全身上 近日董全已独自返回北京赚钱,其经理人公司为他安排密密麻麻的工作,首先引封面,之后一口气为粉丝签名了余百张相片 董全已有更新微博,见他的生活态度比以前更积极,更忙碌,除约朋友食饭,即打好人际关系外,又会到 自家的儿童餐厅坐镇鼓圈船,见他穿上白色T恤,童心未敏玩滑梯,笑容满在,暂且忘记家世的烦忧 童选余文,气晒雨果,HPPPP,冒号双斜杠,FB.COM,斜杠,APPLEDAYLYEN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